晨早起床散步 這裡鳥宇花香坡是不錯的 不過聽聞最近這裡人心惶惶 當然不好 如果是那裡的話 所以多避就避 可能小朋友或第一會不知道什麼事 因為這裡是幼稚園, 太小 但是家長…如果幼稚園的家長 多數是年輕一點 這個就非常不好 平日早上的七點多 將棍俄厚厚德村的居民遇上生活 神運的神運, 上學的上學 一切看似和諧寧靜 不過有觀眾向我們報料 或近期這裡出現了一位古怪叔叔 做出驚人舉動, 令人極度不安 大人、小孩, 個個都走不走 每隔一天就會在這裡 然後我和其他家長, K1那些 都會看到他 害怕我女兒多壞 我和學校說過 她說和管理處那些投訴過 但也沒用 究竟這位叔叔每天在這裡做些甚麼呢 要做又在哪裡做呢 報料觀眾說就是這張長椅 聽說這個怪叔叔 通常都會在這張椅上出現 等我等一下,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會出現 事發的長椅位於厚德村內 前面就是運動場的一幅石屎藝牆 右邊是休憩公園 後面就是村內一間幼稚園 早上這裡, 可謂人來人往 一個幾十歲的叔叔 在這裡可以做出甚麼呢 這天, 我們七點已經在附近等候 多角度監視 正待古怪叔叔現身 可惜一直都不見人 只見一張空椅 以為他不會出現 誰知在大約八點 最多幼稚園學生上學的時候 有一個穿著背心的叔叔 已經坐在牆椅上 上午我看到他, 很害怕 有沒有試過罵他? 沒有 為什麼? 不過我害怕, 我看到他馬上離開 這個叔叔, 背心長褲, 踢著拖鞋 看起來跟一般街坊長者無異 他浪高雙腳, 撐著牆 難道只是做完晨運坐下休息? 不過我們從遠處監視 看他不時左顧右盼, 好像要看什麼 一有長臉小的人走過 他立刻就轉頭看著 難道有些事情他不想被人看見嗎? 叔叔警覺性這麼高 我們就躲在一旁, 靜觀其變 他看得多看, 動高一隻腳 有所行動了 只見他的手慢慢移向跨下兩腿之間 他有所動作了 原來光天化日 當屆做出猥蝕行為治癒 一面做, 一面兩頭望 有人走過就立刻停手 不過他不堪入目的行為 早已被路過家長看在眼淚 很差, 而且你在幼稚園門口 即使我覺得你這些私人應該回家做 享受一番之後 就拿一支煙出來吸幾口 難道事後一支煙真是快活過神仙? 吸煙危害健康啊, 叔叔 以為就這樣下班? 還沒有? 叔叔你頭滿足了煙癮 那頭又心癮再起 同一天, 第二次在大庭廣眾之下 做他的手部運動 你有你耍太極, 全身運動 我有我手部, 運動治愈 真是看過都要用鹿油葉洗眼 更何況街坊說 你的行為是叔叔的生活日常呢? 近中一天不來, 天天都到位 他經常被手托在這裡自己玩自己 始終這裡是幼稚園, 還有家長 這是非常有傷風化的事 這件事不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但這麼久都沒有人出言阻止 看到他這麼離譜, 我們立即上前真問 剛才我看到你在做一些不雅動作 你做了一些不雅動作 是呀 為什麼會這樣做? 坐在這裡嗎? 坐在這裡 是, 坐在這裡是否因為太悶 還是怎樣? 是呀 會知道自己犯法嗎? 會 連街坊也忍不住, 出口質問他 你犯法的 是呀 知道犯法嗎? 知道 為什麼要做? 是呀 為什麼不在家裡做, 要在這些地方做? 我覺得不知道 其實你應該去看看醫生 好 這位叔叔看到我們 他沒有驚惶失措, 又沒有拔足狂奔 面對提問, 都只是以單字單句回應 申請似乎有點彷彿 對於威褻行為被撞破 亦好像不覺得是一回事 聽街坊說 這個叔叔除了有傷風化 還會做出一些神憎鬼厭的行為 人人都憎死他 幼稚園也有投訴, 說有人在那裡拔足 有一天我看到他在那裡拔足 拔足後, 我就罵他 罵完便離開 你覺得這個人做這樣的行為是怎樣? 這樣呢? 衰了 為何你不去廁所 你要在這裡周圍鱈呢? 因為刺了嗎? 刺就可以隨處鱈了嗎? 好 我們繼續問, 他就繼續知吾以對 究竟他是精神有異 還是深藏不露呢? 再跟他聊幾句 他就透露自己無兒無女 在附近公屋獨居 以前做清潔工人 但沒做事已經年紀 但長期做出這樣的行為 極可能心理健康出了問題 叔叔有沒有求醫呢? 以前有家忙 以前看的精神都不記得了 手震震的藥 吃了手震震的 精神幫的藥 現在不好吃 照這樣看來 這件事表面是風化案件 但內裡就是隱蔽長者 長期隱沒在社區而衍生的問題 這些問題在香港 是不是越來越嚴重? 香港其實一直都有 隱蔽長者這個問題 但其實政府也沒有一個 具體的數字 這次你們發現的個案 都是一些典型的隱蔽長者 就說他有些好像神情彷彿 或者有時候不知道自己做些甚麼 至少我們看到 都應該幫助他在醫療方面 除了看醫生之外 有些可能社區支援 可能輔導 或者一些心理支援的東西 都需要幫助他 為了令他不要再滋擾到市民 我們即場警告這位叔叔 希望他立即中止這些行為 其實是會嚇到他,知道嗎 是,可以嚇到他 以後會不會這樣做嗎 不會 我們真的報警了 好 你答應我們甚麼 答應可以不要做 不要做甚麼 不要做的事 但拍攝同日 幼稚園負責人亦隨即報警 警方當晚已涉嫌破壞公眾體統罪 將這位叔叔扣留調查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48條 任何人在公眾地方或公眾可見情況下 會洩暴露其身體任何部分 直屬犯罪 一經定罪 可處一級罰款及監禁六個月 不過,除了罰他,誰去幫他呢 如果他有看精神科 其實醫管局有一個紀錄 知道哪些人沒有繼續看 一般來說 其實他們應該要主動找他們 叫他去看醫生 如果他不肯的話 其實醫管局也有一些 社康護士或個案經理 其實是可以嘗試去跟進他的情況 去到醫院那邊接觸不到 其實他們都可以繼續轉介 去一些社福機構 看看可不可以在社區那裏 做一些外展的服務去幫他